大家好,我是A.T. 现在就是游轮的第二天早晨 游轮现在就已停泊在新加坡的码头 一大早就没看到什么人 可能昨晚第一晚太high了 早晨起不到声才不是啦 但是因为很多人都有下船去新加坡走走和吹吹风 很想再去吹吹风 去吹吹风 A.T.就没有下新加坡 就打算在游轮上过时间 那么没下船去新加坡在游轮上可以做些什么呢 A.T.本期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Let's go 没下船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去健身房 所谓落药身体健 天天来锻炼 炼出一身汗 小病不用看 天天炼常跑 年老便年少 一日无级五 活到九十五 现在就是午餐时间 就来到立都自助餐厅 位于十六楼船尾 之前下午茶和宵夜都在立都自助餐厅户外用山 而这次是室内的哦 而且室内的菜色可适合户外有天差地别哦 我们一起去看吧 Let's go 这里阳光普照一边用山一边阳光大海 整个人都有飘飘然的感觉 不过大家放心 现在停泊在港口 海浪平静 加上游轮巨大的尺寸 减少换动 一般上是不会有任何feeling的 那么晕船的情况会不会出现呢 不是没有 可能只是少数人 如出现 恶心 偷晕 呕吐 那要怎么做呢 看医生啦 镇所又在五楼船头吗 不过晚上是有一些提示 避免晕船 可以作为参考使用 一 别呆在船船内 去甲板上透透气吧 二 如果你一早知道你会晕船 请在订票时就提出要求 选择游轮中间的房间 一般游轮公司一定会尽量满出乘客的要求 三 服用药物 这可以到药房购买 咨询专业的医药食意间 毕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有些人服用了 反而会出现疲倦四岁 毁掉整个旅程 就不好了 四 药物贴偏 这个听起来不错 不过贴在耳后好像有点怪怪 不过贴了就不能饮酒 那对喝酒的朋友们 可是很大的惩罚啊 不过你既男人喝酒还害怕晕船吗 醉拳都能打出一套了 如果有贴池物的朋友们 据网上说 喝酒后会出现脱水哦 切记切记 五 佩戴碗带 真的有效吗 虽然没有科学证明 但据网上说 这可是按压丸部的神经 可疏通经络 哦 那朋友 你可以继续在船上打醉拳呢 六 生姜 切片放置茶包内 生姜应该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吧 姜糖我还可以接受 生姜就 不过 以上都是晚上一些建议 基本上只要充分休息 登船前吃宝典 和补充足够的水分 不会有什么事的啦 真的不舒服 还是看医生吧 毕竟邮轮上都有证锁的 能上邮轮出国就别省了 做坏身子就不好了 分享完网上明天一些晕船知识 现在就继续看看 立都自助餐厅内有什么美食 哇 还有30分钟就要结束了 原来是我们来吃了 那就得赶快去拿食物了 来看看都有些什么美食 哇 很多蛋糕 这里很多选择 有一个芒果奶油 然后这炒菜 黑生饼 黑生饼 奶油炒米 要 芒果奶油要吗 然后这个要吗 芥笠 芥笠要吗 这里太丰富了 意大利面 披萨 芥笠 面包 还有海南鸡饭 中西合璧 应有尽有啊 来这里也有小型炸饭的选择 没有十多样菜肴选择 实验也不错啦 好 喔 好 一個新的飲料 茶道裡面 這顆醬醬粘貦 這顆醬油在生花炒豬豆腐 你看他就在補充 这个是芭蕉蕉和沙巴烤鱼 沙巴烤鱼 这些辣 这里饮料具有茶和咖啡 要喝人饮有层次选择 放前方后 然后吃水果完善医药是个有见解这里就不多加评论要吃就吃呗 这里有雪糕机,等下可以来转哦 这里多样选择,对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们的确有少许的考验 不过这只是小孩子才做选择的吧,大人们全都拿了 不过记得不要浪费食物,要记得世界各地还有很多饥饿的孩童 如果我们每天都散餐温饱就已经是很幸福了 这里的食物水准不比新梦的早餐差 质感方面好过户外那是当然的,可以说是一流的食物 对于三天两夜,午餐的确只有一次在这里用上的机会 如果下次应该会试下北上,到时再来这里试下大吃一惊吧 吃完午餐休息一段时间就来玩水啦 游客从小一点下船到三点,可是还不见蹤影 看来都还没回来 那趁没人时,尽情玩乐吧 到近户外游泳池也有泡泡浴缸哦 热热好舒服 没下船就是游泳泡澡 或者选择玩一些水上设施 切记别带任何手链项链,否则是不可以玩的哦 现在玩完水了,准备回房冲个凉,然后吃个晚餐 这是我朋友的房间,刚哈哈的生热 有夹着一个生热卡在门口 好温馨,好服务 这期就介绍到这里 下篇带大家了解最后一碗晚餐在这里吃什么 还有怎么度过船上难忘的回忆 我们下期见,bye